我們派上2020年的第一首歌 用上阿妹盧凱彤的曲 是一次非常珍貴的在序 沒錯 不如先由選擇這個DEMO開始告訴大家吧 其實本身是計劃 去年出了拖音的唱片 其實是計劃了這個演唱會 所以這首歌 未來準備做一首歌 其實是給演唱會的 不過由因為籌備演唱會開始 就覺得其實在這個限聚令的情況下 都原來真的沒有什麼機會見面的 因為很多時候都是要躲起來 但是呢 我就是因為看到Videocall這件事 就發現了 人其實是很想見的 即是無論你是否限制 你一定要可不可以現場見面都好 其實人是很想見的 於是我就想了 其實到了現場演出 即是跟觀眾再聚 就是一個你很想見到大家的機會 嗯 因為對我來說 一個最感人的在序 其實現場演出是其中一個 即是除了見到人可以攬之外 那所以呢 就由當時 計劃這個演唱會 就有這個Idea 那就找DEMO 那我那時候就收到 舊同事就說 阿妹其實還有一堆DEMO 你想想要留念 那我就收起了 然後做歌 那為什麼不找一堆DEMO 有沒有歌可以用呢 因為其實它很多作品都很好 那於是呢 一聽有十幾首歌 聽第一首就聽到這首 然後聽完十幾首歌 都是回頭想聽這首 於是就選了這首歌 這首歌其實有獨唱版合唱版的 我們是選了獨唱版的版本 最老套的一句就是 因為傷心的事是提醒了你珍惜現在 那這首歌說的都是這件事 我們去製作這個過程 我們經歷了這個心路歷程 其實就是那句 都是要珍惜眼前的人 如阿瑜所說 是殘忍的試煉來的 嗯 是試煉 然後我不知道 我沒有這樣想 我沒有這樣想 我只是明白其實很不容易 因為其實一發生就會不容易 不會忽然間有一天容易了 不過你怎樣去過日子 你怎樣繼續都要過好你的日子 有一個部份是不容易 但是不是全部 就是我們還有其他人在做 所以我每一次見到朋友 尤其是最親那幾個 我們一起去經歷所有事的那幾個 我真的特別覺得很感動 你還在 這樣 完全感受到 多謝你肯跟我們分享 真心 謝謝 謝謝 這首歌除了二汶唱 還設計了一個男聲合唱部分 沒錯 你唱了兩句之後 他們就出現了 這個想法 這個想法又是怎樣走出來的呢 其實呢 因為這首歌本身是合唱和獨唱的 但是你說兩個demo其實是不同的 那個旋律 是嗎 是 副歌的旋律有些不同 前面其實是一樣 但是你是選了獨唱版的demo 沒錯 但是獨唱版的demo 都是有男聲唱那個melody 都是有這個melody 我就是因為聽了合唱版 聽了獨唱版 然後我也都自己在想 究竟如果這一刻我和妹妹在談 她會怎樣看呢 究竟她會怎樣做呢 以及以往我拿過她的作品 我們都會在編曲上面去撞一下 究竟這個旋律是可以配些什麼 性格的東西 我們都是一樣這樣想 既然有合唱有獨唱 但是我們選了獨唱版 那不如把合唱版的元素放進去 那就是不如找一個男人來幫我唱吧 但是一個是不夠的 男人 男人是一班尊夠的 猜不到你啊 林二嫩 沒錯 還有我一向都是 首先我最喜歡聽的focal 就是唱歌 我都是喜歡聽男生唱歌的 老實說 因為那個範圍很大 還有那個低音我沒有 我很想有 但是我唱不到 那我也很喜歡聽 於是呢 我就是很恨自己的歌裡面 會有一堆男人和我一起唱歌 由第一次唱片已經開始恨的了 所以我最喜歡問 就有一堆黑粉 然後來到這裡 我真的有一個chir 那感覺又是怎樣呢 還有最後的信仰呢 之前就找了十五起 有男有女的 但是都是有一堆男人在那裡 那我們這次不如 純粹真的找伍卓妍帶領 一個chir 就幫我們編了一個合唱的部分 你給我嗎 我希望一下子 我們會過 Todd 一堆台 你把大家想找到 這是一個 比率子 你把大家想找到 我們有一個 好嗎 那一堆